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晚安,我是安石 哈啰,大家生日快樂 這款100日紅的遊戲是以校園為題材 以七大不可思議為福的一個Compavage 它長度剛剛講過是兩個小時 蠻適合現在玩的 那我們就開始啦 BGM應該不會太大聲吧 好,女主角的名字叫奈婿 百日紅學院的高中生,又是以高中生為主題 本以為平靜的校園生活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 直到那天,我的好朋友小智陷入了精神錯亂 小智,Satoshi 是男生的那個小智嗎? 陷入了精神錯亂 不是說他生病,直接說精神錯亂 應該是他去做了什麼事情 不能觸摸的,或者是去揭開什麼儀式才會這個樣子 對不對 唉唷 好小智 還好 奈婿 怎麼感覺一臉就會搞事 應該是我們女主角 我說小智,還不回家嗎?都已經六點多鐘了 哦,他是小智,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他這樣的個性,這樣的樣子的 會搞事嗎? 嗯?園藝社這麼早結束了嗎? 唉,今天就是除除草,桌桌蟲 收穫時節的話會比較忙 不過現在沒有什麼蟲,所以很閒 園藝社,OK 喔,園藝社其實就是東西種下去 然後每天的例行公司就是澆澆水,除草 這樣子而已喔 我也有更多的一些研究 唉,這樣子 我這邊還有事,你先走沒有關係 又有什麼事了?新聞社的採訪之類的嗎? 嗯,差不多吧 那個 耐續直到學員其他不可思議的事嗎? 嗯,大概是吧 廁所的花子小姐,音樂教室的鋼琴之類的 欸,對對,就是那個 我已經知道了第七個,迷的出現條件了 喔,果然就是耐續在搞事 喔,不是耐續,小智在搞事 哈哈 小智,這麼感興趣嗎? 聽著,感覺很可怕的樣子 第七個,呃,說起來我也不知道啊 是喜歡笑容的理事長喔 是不是第七個故事 是不是在所有的校園都不一樣啊? 其他的前六個是不是差不多? 以前,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那個理事長 不過最後準山還是有線索了 欸小智,這樣很危險 算了吧 還有,夜裡待在學校會被老師罵的 沒關係沒關係,有情況就溜嘛 而且,這次的採訪嘛,叫什麼來著 是要拿去採訪什麼比賽的 輸了可不行喔 現場採訪那個理事長 弄一些爆料的話,足以吸引全校的眼球呢 吸引嗎? 關於我們學校的創始理事長 有很多傳聞喔 他理事長是活著還死的啊? 怎麼感覺已經死掉了 總之,就算見不到理事長 能弄到一些題材也不錯啊 反正被老師罵一頓 也是搞了個新聞嘛 唉,怎麼說你都聽不進去嗎? 不過,太晚的話就別去我了 不然晚上遇到變態就不好了 高中生嘛 日本高中生 是一些變態遐想的對象 手打,晚安,你好 這個我當然知道了 畢竟,什麼鬼也沒有活人那麼恐怖嘛 那麼耐續,你先等我消息喔 OK,這就是一個前沿耐續壞掉的故事 唉,我不會泡什麼期望的 明天見 掰掰 哇,他們走路好有趣喔 好可愛 下一個場景就小智壞掉了 小智 為什麼會這樣 壞掉了 那天 小智夜太小 學校 第二天早上就被發現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了 問什麼也不知道 不停地笑 完全不會回答的樣子 終於得到了探病許可的我 接忙前去 小智卻 仍然只是不停地笑 那天 小智的聲音 晚上到底發生什麼了 為什麼要做事晚上去學校 晚上沒有人才看見到鬼啊 像這些愛採訪的 採訪靈異的採訪社的社員 最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 小智 你說點什麼啊 哈哈哈哈 小智 我以為第二女就叫 她直接死掉 我不想再笑了 小智 哈哈哈哈 小智 奇怪 得到筆記 小智 學校裡果然有什麼東西 這樣的話 哈哈哈哈 小智 我得去調查看看 為了替小智報仇 他們還沒死啦 哈哈 她還沒有死啦 報仇什麼啦 不是啦 是要探清真相 不是報仇啦 所以快點好起來好嗎 帶著從小智那裡得到的筆記 我踏上個挑戰 七大不可思議的旅程 或許我最終也會變成小智那個模樣 即便如此 我也不能放著自己的朋友不管 學校 老師咧? 她的爸媽呢? 這便是漫長的一夜的開始 快 爸媽哪去了? 警察哪裡去了? 老師咧? 總算是丟進來了 得現在這個教師辦公室找到其他教師的鑰匙才行 欸 老實說 晚上的學校有點恐怖 蛋都來了 不加把鏡 可不行了 走吧 欸 奇怪了吧 老師咧? 嗯? 有 有B券 辦公室沒有椅子 哈哈 真的 可是辦公室有個不舒服的啦 好 好 我們來 來找著鑰匙圓規 有個稱鑰匙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櫥櫃總是沒有鎖 唉 打不開 都快平時 總讓老師幫忙 呃 什麼意思 一大堆鉛筆教材 反覆 好像放著一本書名為 YES 蘿莉控 No touch 的書 應該是看錯了吧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是 這是給 給老師 蛤? 這是給清淨老師的書嗎 就是說 即便你是蘿莉控 在這個學校 你可不能touch女生喔 是這樣的嗎 這故事是要告 這個書是這樣教導的嗎 YES 蘿莉控 No touch 好 唉唷 真的是巨爐欸 沒有啦 那個應該是蝴蝶劫而已吧 擺放著反覆練習的作業 大白掛 很舊的電腦 打不開 屁啦 這樣很多捏 空的 我剛剛 這一格一格那麼短喔 哇 天哪 鎖住了 哇 他的那個胸口感覺很不舒服的樣子 好 如何給博美剪個鬥材造型 怎麼一堆這怪怪的書 老師是很閒是不是 都是看這首書 關於鑰匙保管通知 之前發現有不良學生擅自配鑰匙 並闖入特殊教室 針對原本容易被偷配鑰匙的保存體制 校方決定從本月開始 改為各教室鑰匙由各科目負責人持用 但是各個班級的鑰匙 學生平時經常要用 所以仍然正常保管 班級鑰匙沒有被偷配過 欸 這麼一來 就算找到鑰匙保管貴 也拿不到所有鑰匙 好 另外呢 有情報指出 情報 情報 有學生指 情報什麼意思 那些被不良生偷配的鑰匙 人被他們藏在學校裡某個地方 畢竟發現請立即回收 所以呢 我現在目標應該是要去收集鑰匙 好 老師都找不到 我行不行就說不通了 還有一頁 保管鑰匙的櫃子現在不好打開 打開的訣竅就是呢 先使勁往上推櫃門 然後可以 側滑推開 往上推 然後側滑 就是卡住了 對對 好 請老師幫他們打開 好 好 不要靠近人體模型 欸 這個嗎 往上推 很好打開 直到半期鑰匙 花 什麼鬼 什麼鬼東西 學校 謝謝喔 這個情報真的是很讚很讚 沒有東西都卡住到底什麼意思 不是這格很短耶 百日紅學園入學指南 百日紅不是是聖誕花嗎 好 柚子 謝謝 感覺變年輕了 太熱了我脫下衣服 好 那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了啦 還是不要偷看別人的東西 你就放在桌上 還要別人不偷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奈婿 是女高中 是17歲 應該是高二的年紀吧 他還有一些技能 有治癒 治癒2 復甦1 復甦1 是什麼意思 這應該是 喔 衣服是可以脫掉的 沒有啊 騙我 穿回去吧 好 我們把衣服穿回去 這紀錄是隨時紀錄的 很好很好 哇 這個 這個學校很大 這是左右兩邊的門 那這個是 校長室 校長的生意樓蠻少見的 通常會被包在學校最隱秘的地方 好 保健室 還有男廁所 再說也不想進去 女廁 他說鑰匙常在學校各處喔 真的很麻煩 花子 花子是倒數第二間 校長老了 不能爬樓梯 還是 等一下找一找找到電梯 我就吐槽這一個 消防栓 好多喔 鞋櫃 哇 這好多東西 不然學生就指那幾個傢伙吧 其中一個人的鞋櫃就在這裡 啊 果然 鑰匙在鞋櫃內 還是有個頭腦簡單的傢伙呢 哈哈哈哈 圖書室的鑰匙 有點不太對勁啊 蛇 蛇 觸手 這 這是什麼東西 蛤 被play了 啊 纏在衣服上了 這是什麼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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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從鞋櫃裡伸出來的觸手 在奈緒的衣服中穿梭 迅速地纏住他了 放 放開我 這是什麼東西 奈緒用力掙扎著想要掙脫 就在這時 呃 奈緒的身體 迅速地抖了一下 不是出自於自己的意識 而是一種反射性的動作 不用說 其原因就是觸手 觸手的前端 像人類的舌頭一樣柔軟 其表面觸感粗糙 好難 這個怎樣 這是色情遊戲嗎 這跟舌頭一樣靈巧的觸手 觸碰到肌膚的椅 一一甚至是腋下 觸不及防的觸感朝奈緒襲來 開玩笑的吧 呃呃呃 於是 在羊羊的不斷衝擊下 奈緒終於破口大笑出來 雖然自己平時被人這樣搔癢 也會忍不住笑出來 但至少那不是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 在搔癢的刺激下 少女完全控制不了笑意 不要 好癢好癢好癢 奈緒癢得站不穩了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然後倒在地上 走…走開 接著 奈緒開始拼命掙扎 大看很滑稽 不過 似乎奏效了 纏在奈緒身上的觸手 被奈緒的身體 壓到受精似的縮毀了鞋櫃 得救了嗎 得救了嗎 那什麼東西 那…那也是其他不可思議的影響嗎 已經沒東西了 再說也不想看 這是這類型的遊戲嗎 還那麼多層喔 好麻煩喔 啊… 有一封行書 原來色色這樣 你該不要up住R15了 沒關係沒關係 他只… 他只… 弄皮膚而已 當他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我們就… 再標註R15 得到摸布 一顆教室 走出了 我們剛拿的是圖書館的鑰匙 那班級鑰匙傳 其他不可惜比幾次包 沒東西 記錄 我可不想再被觸手不得了 幸好沒有CG 不知道 搞不好大家CG就勝出來了 特殊教室 等一下 這個是被動的 等一下還不會遇到別的觸手呢 因為剛剛那個薩特希 應該也是被那個… 觸手… 一直搔癢 搔癢到壞掉 那我們的女主也會嗎 感覺… 壞結局就是一直被烧羊刀壞掉 1-1 等一下再一個一個探索 真的假的 而且這個桌子拍得有點歪歪的 啊 裡面是空的 竟然是要從這個方向去看喔 一年一般的口號是團結一致 最可怕的 欸這上面卡住了啦 哎呦 後面留那麼大的位子 然後前面沒有辦法走 是怎樣 可以側邊看嗎 教科書 好麻煩喔 裡面有一張筆記寫 不要一直盯著鏡子看 什麼意思 裡面很髒 教科書 裡面很髒 裡面是空的 我沒有加速欸 這邊有加速就… 就那麼快 欸… 太白粉 太白粉 是真的太白粉嗎 太白粉 絕對不是什麼奇怪的太白粉 作者 你好像知道我在想什麼 很好 很好 好 畢竟用不太大聲喔 畢竟用好大聲 調一下 大聲到我耳朵快龍 好 裡面是空的 原來這是R48遊戲喔 鬼會一直超過 好 我們在這邊拿到一包太白粉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義 一隻二 欸 這樣一個是要查喔 真的假的啊 作者 你這樣不對欸 喔 等一下等一下 太多了 欸 我沒有看到內容啊 哭啊 耳塞 就有一邊的耳塞 上面寫著渡邊 反正 我沒有看到可惜 想看的 要拉回去看喔 欸 太快了 放著考卷 空的 他每一間教室 如果這樣配置的話 應該就是 每一間教室就一個 那之後就不要做R15啊 還是我先不要做R15 我不要R15好了 不要一個R15 不要做R15了 大家要15歲才能進來喔 跟著很快啊 而且前面這個還被卡住 笑死 好像紙條 不要勉強喔 好早 一年二句 一年二班的口號是 人畜無害 是怎樣 蛋豬吃老虎嗎 被用散 沒什麼垃圾 一直都結束了 家政教室 我三歲 千里一歲 安光 三歲 你不只三歲吧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三歲 好 三樓 美術教室 大量的拖把 這間學校只有拖把 是不是 廁所該有東西了吧 這就是傳聞中花子鎖在廁所 是 花子 我們來玩吧 好勇敢喔 唷 她還沒有BGM 好恐怖 什麼又沒有發生 咦 是誰 有個繩子掉下來了 啊 等等 放開 喝喝喝 陪我玩吧 不要 不要騷養我 等下這個學校的企業怪團 全部都是騷養系列的嗎 一窩很怕癢喔 喝喝喝喝 嘎嘎嘎嘎嘎 不要 住手 是你自己說要跟我玩的喔 所以 好好玩 嘎嘎嘎嘎嘎 從肚臍到鴿子窩 手指來來回回 在鴿子窩畫一畫 那你不可以 軟綿綿肚子 癢肋也樂照顧一下 笑吧 好好的笑吧 不要 好難受 指尖蹭蹭 這次是整個指頭 快壞掉了快壞掉了 不要收我癢了 啊 忍一下嘛 手指 刮一刮 呵呵 呵呵 停住 好難受 他快壞掉了 我那麽掙脫這個啊 他要撐多久 不要憋笑了 笑出來 哈哈 完了 哈哈 壞掉了 於是夜晚 花子都來回 變換輕重交替的手法 反覆玩弄著那一序 連續笑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 被發現時已發狂 變成了廢人 噢 哇塞 噢 這是壞結局啊 這是恐怖遊戲啊 你被花子燒養 不是恐怖遊戲 要不要被燒燒看 哈哈 就是剛剛我所說的死掉結局吧 啊